这是什么树啊 一个年轻人吃惊道 园医道长倒也有见识 这时大声道 注意 这树有问题 就在他刚刚说出这话时 大家就感觉到地下传来一阵破土的声音 快退 王小飞大吼了一声 向着后面就跑去 大家也不知道情况 听到这话一个个都退了出去 一声惨叫时 王小飞看到一个中年人 被树枝卷住 冲上前去 王小飞捏断了那树枝 把人救了出来 跑了一段 大家再回头看去时 就看到从地下冒出了一些 如同长枪似的根 这些根从地下破土而出 直接就树在了那里 成金了 大家这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但我破它 王小飞说了一句之后 就大步走了过去 王道友 这树成金了 难以破除啊 没事 说话间 王小飞已是祭出了一道火符 直接就打在了大树之上 随着这道火符的打出 大家就看到那大树瞬间爆裂起来 地下树根不停地向着上方穿刺起来 更大的氯气从那棵树上散发出来 注意 那氯有毒 原一道长话音刚落 一个靠得近一些的年轻人已是倒在了地上 王小飞闪身上前 一把抓住了这年轻人就往后退出 在看这年轻人时 整个人已是快不行了 太毒了 他怕是不行了 一个中年人看了一眼 脸色一变 王小飞却是没有多言 银针拿出 连续不断地扎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然后把自己的真气倒入 帮他去毒 过了一阵 大家这才看到年轻人的全身绿鬼 已是缓缓退去 没事了 王小飞站起身来 这时大家再看向王小飞时 那种敬佩之情更加的浓烈了 王道友好手段啊 你们看着他 我先去把那个树金毁掉再说 这树已经成金 如果不除掉的话 仅是他散发出来的毒气 就会把这片森林抹杀 如果再让他成长了 能够移动的话 那就是灾难了 道友小心些 袁一道长 对于请王小飞到来的事情 更敢明智 心想这次是请对了 要不是王小飞到来 搞不好今天不防之下 所有的人都得 倒在这里 王小飞这时 却是显得很是小心 慢慢地走到了大树前方 雷幅早已没有 现在王小飞能够动用的 也只有以前炼制的五行幅了 想了一下 王小飞就拿出了一块玉牌 然后拿出伏笔 在这里就刻写起了烈焰幅 这也是必须到了炼器二层时 才能够刻写的玉幅 这次倒也顺利 很快就把这块玉幅刻写出来了 打 王小飞注入真气 直接就把这玉幅向着那棵大树 打了过去 哄 随着王小飞那烈焰幅的打出 庞大的火焰就烧了起来 那棵大树不停摇动 那一个个冒出来的根刺 缩了回去 本来参天的大树 这时却是燃烧了起来 树枝上的叶子在快速地落下 本来碧绿色的树干 这时也变得失去了颜色 这烈焰幅竟然这么厉害 看到这大树还没有死去 王小飞又拿出了一块玉牌 准备再刻写一道烈焰幅 他相信只要两道烈焰幅 就足以把这成了金的大树毁去 就在王小飞刚刚要克写时 那棵大树竟然显出了一个人脸 对着王小飞大声道 上险饶命 欢迎您加入围水QQ群 210282490